卵巢功能的好坏,直接影响女性是否能成功怀孕,最近发现,给我留言说自己卵巢功能开始下降,的女孩子越来越多了,她们都跟二十多岁非常年轻,身体也都非常健康,可是检查时,B巢,激素一看,双侧卵巢都卵巢数寥寥无几,甚至有些一个卵巢都没有,激素水平也很不好。 这时候,我们医生都会说其实是卵巢功能功能不好,卵巢年龄比少女年龄大了,妊娠成功率低,事管过程很艰辛,这些年轻的朋友往往不能接受这样的解释,或者说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。 在这,本文就科普一下卵巢功能的相关知识,也让各位女性及早爱护自己的卵巢,一般情况下卵巢功能下降,分为卵巢处备功能下降和卵巢早衰。 什么是卵巢处备功能下降? 卵巢处备功能下降,指的是双侧卵巢内的卵巢数少于该年龄,应有的卵巢数,卵巢次激素基础FSH之升高,抗目呢,是管激素水平下降。 卵巢处处备功能下降的患者,可以通过辅助生殖技术帮助其妊娠,但由于卵巢数目下降,有些会伴有氧子质量的下降,导致整体妊娠成功率受到影响。 建议这部分患者及早,尽快备孕,卵巢处备功能低下的如不佳与正确的甘据可能,将进一步发展为卵巢早衰,使卵巢功能发生不可逆的改变,严重影响患者的身心健康。 什么是卵巢早衰? 2015年12月,欧洲人类生殖与PayPal学会而守对卵巢早衰定义,40岁之前因卵巢功能丧失,而导致的必经,是一种女性高促性性激素性必经,要求月经稀泛,或者必经至少4个月,间隔4周两次FSH25MIO每好生。 乱巢早衰患者基本无卵子的储备,没法使用自己的卵子孕育自己的后代,既是求主辅助生殖,也是极其艰辛的过程,这部分患者往往需要外人性的激素替代,维持正常的女性生理。 乱巢早衰是不可逆的,一旦乱巢乱巢处备功能开始下降,就需要多注意了,无论是调整作息还是入医饮食都需要多注意,长期以下食物对保养乱巢功能很有帮助哟。 百合福林,双向调节磁激素水平,百合,常使有润肺清新调中之效,可止咳,致血,胎胃,安神,凝心,有助于增强体质,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,缓解放两百应,福林,性感,淡,瓶,归心,肺,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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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百合福林可以保养暖潮,有效退出女性衰老,双向调节磁激素水平,依据暖潮脑脑中的产生 豆浆,维持磁激素稳定,都说被孕的时候要多喝牛奶,但如果有乳糖不耐该怎么办呢?可以喝豆浆啊! 豆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喝盖,饱和脂肪含量远低于牛奶,对心血管健康更友善 富含膳食纤维,而牛卵中几乎没有 同时,豆浆帮助体内的磁激素维持稳定 这些对卵子质量和卵巢功能都很有帮助 当磁激素水平不足的时候,它能稍微弥补一下不足 当磁激素水平较高时,它又和磁激素竞争,降低于效磁激素的效果 海参,调节激素水平 海参中的硫酸软苦素有调节女性内分泌的作用 延缓肌肉衰老,推势更年纪的到来 因此女性想要保养卵巢,海参不要错过 清蒸,包汤都可以 红薯,含有绿耳,红薯富含蛋白质,电粉,果胶,纤维素,氨基酸,维生素及多种框物质在美国 研究就从红薯中分离出一种叫绿耳的活性物质 而山腰中也含有别女性朋友可以日常吃一点 不仅能提高篮子质量 还有助于保养卵巢 美容养颜 胡萝卜 降低卵巢脑种发病概率 每周平均吃5次胡萝卜的女性 换卵巢脑种的可能性比普通女性降低50% 而美国的专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卵巢保养吃胡萝卜 不仅对卵巢有帮助 而且可以为女性摄入维生素 更有宁目的作用 当然了 卵巢功能好不好 还是要做安检查 如果已经出现卵巢储备功能下降 还打算要娃的话 就需要让专业医生知道下备孕了 属于女性的最合适的生育时间很宝贵 想要娃的女性一定要抓紧 如果你有生育方面的需要了解 可以点击本文下方的 我将在线为你解答问题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